如果你被身边的人孤立了,不要急着合群,需要做好这几件事,如果你发现你被孤立了,不要急着去讨好,不要急着扭转自己的遭遇,因为这样也无济于事,只会让你更卑微,人是社会人,具备社会属性,我们都倾向于被集体接纳,想要一种归属感和安定感,所以被孤立的时候,才会如此难受。 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,都是在遇到问题中不断处理和面对才练就的,当你被人孤立时,不妨试着这样处理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活血,努力让自己变得有价值,街上的老鼠,表面上的一群老鼠,其实他们各自为政,当有人驱赶老鼠的时候,他们四处逃窜,并不会守望相助,低层次的圈子,就像一群老鼠,聚集在一起做低端的事情。 每个人的心中都盘塞着自己的利益,因此宁愿被人孤立,也不必融入低层次的圈子,你尽管让自己变得优秀,用价值吸引人,比方说在单位上,身边的同事都排挤你,还时不时给你穿小鞋,你不必懊恼,沉住气,努力工作,加强学习,当你有了足够的成绩和能力的时候,可以选择跳槽,也能够被上次赏识,提拔到更高的岗位, 当你走向高处的时候,之前瞧不起你的人,都会高看你眼,你的价值越大,生活会越热闹,和谁交往,还有挑选的余地,带势而动。 谈到大智若愚,城府极深的人,不及想到三国时期的曹操,曹操与刘备青梅竹九论英雄,而刘备也明白,如果自己过分锋芒毕露,就会招来杀身之祸,因此刘备就一直装农夫,甚至每天都把泥土涂抹在自己的脸上,曹操看到刘备的模样式,一心立马消除了大半。 不过为了考验刘备的想法,他就跟刘备说,天下英雄,为始军与操尔,而刘备听到之后,也只是笑了笑,然后婉言拒绝了。 当一个雷打下来的时候,刘备装成受精的样子,把筷子丢在地上,于是乎曹操就认为他成不了气候,便不再杀他。 从刘备的智慧当中,我们就能明白,面对强大的人,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做到大智若狱,然后带势而动,更换一个崭新的环境,有时候,你处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里,被周围人欺负鼓励,这时候,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制止,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,也许你最明智的选择是换一个环境,比如说,更换一个工作环境,也许你就能离开有毒的人了, 或者是换一个生活环境,告别那些惹人厌的朋友熟人,换环境,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,更容易恢复你的信心,减少对你的伤害,人有的时候,光是改善自己的行为,并没有太大的作用,换到一个更好的环境,反而是更高效的解决方法,也为这里的人更正常,规则也更正常,增加吸引力,俗话说,人是有磁场的,想要持续扩大自己的圈子, 或者形成一股正能量,就要吸引更多的人,而吸引力的来源,就是你自己的实力,彭坚在陈州稳住阵脚之后,开始招兵买马,长期被部落首领碾压的群众,纷纷加入,很快就拉起了一个五千多人的队伍, 另一方面,彭坚读过很多兵法,还在老家经历了极州之乱,琢磨出了很多的实战经验,不一样的人生经历,为扭转局面提供了智慧,认真想一想,别人在孤立你,多半是两种情况,你非常优秀,让周围的人望尘莫及,非常嫉妒,你非常没用,让人讨闲,作为没有用的人,应该不动声色的成长,提升自己的层次, 当自己有了实力之后,就能展露头角了,一些实力很弱的人,就会慢慢靠近你,作为非常优秀的人,要持续成长,把优势发挥出来,从而形成一束光,给需要的人引路,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,当某个领域里,有一个厉害人物出现时,和他相关的人和事物,都会被吸引过来,形成一种看不到的能量,杀鸡警猴,杀鸡警猴的反击几个带头的人,局面会完全不同, 杀鸡警猴这个词语,但凡有点学识的都会知道,只是会不会使用而已,其实,杀鸡警猴在争斗中最好用,特别是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,因为杀鸡警猴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的作用,如果被排挤,被孤立,可以借着机会狠狠反击几个出头鸟,你会发现,他们会有所收敛,因为你的反击,让他们知道,你并不软弱,为人处事,虽然最好不要处处树敌, 但如果无法独善其身,那敢于翻脸,敢于得罪人,反而局面会完全不同,因为,你的强势和手段其实就是你的实力,切记,人性很多时候就吃这一套,所以,被排挤和孤立,不妨用杀鸡警猴策略,局面真的会完全不同, 放大胸怀包容一切,心的大小决定对事情的态度,心宽则大事化小,心窄则小事变大,把内心当作容器,事情如同水滴,心窄时一滴水就能装满,这无疑是悲剧,被孤立时,别太计较,别被一点小事遮住视线, 北宋时王安石变法,司马光反对,两人立场不同,但王安石即便被罢相,也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,司马光虽被边缘化,也没有一蹶不振,他们都有大格局,能着眼全局,被周围人孤立,也许是你在坚持自我,未必是坏事,放宽心, 一切烦恼都会消散,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,螃蟹横着走,打摇大摆,鱼儿水中游,安然自若,鸟天上飞,自由自在,万物都各有各的走法,各有各的活法,这样是很好的,那人为什么又要去追求和其他人相同呢? 因为你一旦和其他人不同,特立独行的话,那你就可能会被其他人孤立,而人大都害怕孤独,所以很多人最终都选择放弃个性, 去迎合其他人,放弃自己的个性,迎合其他人,固然能让自己显得和群,但是像这样封闭自己的内心,活成一个虚假的自己, 真的是你想要的活法吗?当然不是,真正的你,哪怕与众人相差甚矣,不受人欢迎,那也比封闭自己的内心,苟且的活着,要强上千倍,万倍,培养兴趣,生活就如同一幅画, 而兴趣则是给这幅画添上绚烂色彩的画笔,我们在兴趣的花园里,可以看到内心世界的绽放,如同春天的花海一般,这些兴趣是生命中的侵权, 使得我们在孤独的时候,也能够感受到内心世界的生机盎然,通过兴趣爱好,我们有机会结识到与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人,这样的社交, 不是为了填补孤独,而是为了与那些在相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人共同成长,兴趣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, 而每一个探索的过程,都是一次心灵的冒险,每周至少留出一些时间追逐自己的兴趣爱好, 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,也是让内心得到滋养的方式,沙子里找同盟, 当然,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,毕竟人家成群结队,哪怕一人一口口水都能把你淹没, 所以,一定要学会在沙子里找同盟,这个就非常需要技巧和识人的眼了, 其实,那些排挤和孤立你的人,有一些也并不是真的对你有意见,或是讨厌你, 只不过环境如此,他们不得不随着环境自保而已,所以,你要从那些人群里找出一个品性相对好的人, 或是,从周围人群里,找出一个不喜欢拉帮结派的人,跟他们交好,成为朋友, 这样,你跟排挤和独立你的人,就会形成两个局面,虽然这些朋友也不一定会帮你, 但是人都会有未强心理,当你不再一个人孤孤单单,身边也有同行者时, 对方多少都会有些收敛,同时,也在潜在说明,你就是看不上他们,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, 价值建设,什么样的人,在关系里能抓住主动权,答案是,高价值的,具备不可替代性的人, 或者说,你有一锅肉,你还愿意给大家分一点汤汤水水喝, 这个时候,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听从你,靠近你,奉承你,不要在乎别人是否真心, 只要你有价值,人人都可以是真心,你没有价值,就算是真心,保质期也是很短的, 别人越孤立你,越嫉妒你,你就越要过好自己,当你过好了, 看到那些人愤怒羞耻的样子,就是你最大的成就, 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,还干不掉我的样子, 更何况,当你站在山顶的时候,山脚下的人说话在大声, 也影响不到你了,学会随波逐流,晚清众臣曾国藩, 一度对于官员们的贪污受贿,深恶痛绝,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战, 但他很快就发现,自己独树一帜的做法, 让其他大臣们觉得他是个另类,处处对他倍加防范, 还刻意与他保持距离,眼看着自己越来越被孤立, 曾国藩也尝试改变自己的做法, 对于种种灰色收入,他也做出样子,该收还是收, 只是收来之后并不是用来中保私囊,而是转做其他功用, 正是这种同流合污的做法,才渐渐让其他大臣打消了对他的戒备, 他才得以赢得了各所官员的信赖和支持, 因此,人在单位,面对孤立,要么人,要么滚, 否则,不管你多平凡,总要让别人看到你的闪光点, 看到你的努力和上进,不管你多有本事, 都应当学会自降身份,与大家打成一片, 哪怕打心底里不认同,也不要全盘表露出来,不停学习, 一所欲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, 老农夫将不久于人世,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, 告诉他们,在自家果园的地底下, 埋着一罐金币,只要找到了他,便不用受穷了, 老农夫去世后,三个儿子便谨遵复言, 将果园从头至尾挖了一遍, 可惜他们并没有找到金币, 但来年春天,翻看过的土地长满了青草, 三兄弟健壮,便买来牛羊放牧, 大获丰收,这个故事意在告诫人们, 只要人勤快,善学习,老天就会恩赐于你, 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行家里手, 起初被人孤立,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, 别人担心会成为负担, 再后来,是因为小有成就, 遭人嫉妒,别人想以孤立作为打压的手段, 将你排挤出局,对此, 唯有不断的学习, 才能永远让自己处于圣人一筹的地步, 尤其是面对生活的重压, 工作中无处不在的竞争时, 学习便是拉开差距的不二秘籍, 说到底, 人生是需要自己面对的, 一切不过是成长中的经历, 不必吃馋, 懂得抽身开来, 不断学习和感悟, 才会成长, 遇到被人孤立, 被人无视, 不必太纠结, 更不必太自卑, 不断精进自身, 总有一天你会用实力回击, 那些人会对你肃然起敬。